是啊 才出去一次 双方就再也不联络了 那很有可能是因为 你触犯了约会的禁忌 在网路上呢 就整理出十大约会的NG行为 来看看你中了几项 东光美气氛家男女神约会场所100分 但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成功 掳获对方的心 如果不胜犯了约会禁忌 小心恋情还没萌芽 就得宣告结束 没主见吗 就是不知道吃什么 然后可能都会问你这样 就上次出去 然后可能下次出去的时候会说 你上次还欠我多少 很骄傲吧 很骄傲怎么说啊 就是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很厉害 其实根本就什么都不懂 见面如果打扮就怪异 就什么话都不想谈 毕竟外表是第一印象 而网路上也整理出几项约会的NG行为 穿着品位太怪异 荣登榜首再来聊的话题 如果太敏感 直接也相当不受欢迎 另外像是约会时没有主见 过度沉默 或是喜欢吹嘘自己的丰功伟业 通通不及格 在话题的部分呢 我们会建议说 您还是用轻松的方式来切入主题 比方说可以先会一下 您最近看的哪些电影啊 那切记就是说 我们不要先从政治或是宗教 那这样可能会有主观意思比较强的 先不要谈论宗教或是政治的部分 不想约会时踩到对方地雷 就赶紧做笔记 必免得成了约会毒药 记者潘利勇路易奕台北报导 不仅做的事 没有